新買的帽子 她就給人家這樣剪了 我真的很喜歡她的材質 跟她後面的這個logo 她有5600 那我怎麼記得是7000多 Jenny有代言 Wallet裡面超爆多人 哈囉大家好 我是Amber 我今天要來錄一個 韓國的戰利品開箱 買了不少東西 有客製的買啦 吧 有 我看到很多東西覺得 喔還不錯 但是我想說 嗯 你知道是自己賺的錢 所以要真的要考慮一下 再買這樣子 但是呢 我覺得我這次買了很多東西都是 我真的很喜歡 我才買 那我們就先從衣服類的開始 第一間我想要講的就是這一間 叫做 Emmys 最近很多人都分享這個牌子 我那時候去試 我就覺得她的版型 很修飾 因為我是一個肩膀比較寬的人 但是這件衣服的型 看起來就是是挺窄的我覺得 然後她也出蠻多顏色 然後我需要我的睡褲 那她這裡是有點做這樣子彎下來的這種形狀 所以看起來更這裡寬 然後下面是宰下來這樣 五萬九韓元是大約44塊8美金 雖然冬天有點不太適合 但是夏天我覺得我應該會蠻常穿這一間的 配一個那種牛仔褲 然後呢 這一間之外我還買了兩領帽子 我那時候一進去她的店裡面的時候大概有三十幾個不一樣的款式 就他們家的帽子很紅 因為版型很好看 然後我買的第一領是這一個 這個顏色 它是有一點深灰色 有一點點牛仔的感覺 深灰色的 然後logo是白色這樣 它戴起來真的很好看 它戴起來像這樣子 然後配短頭髮 我覺得它跟其他地方不一樣 是它這一塊 比其他我戴過的帽子還要再稍微長一點 也太好看了吧 然後我就自己拿了一頂 然後我還買了一頂是 拆一下好了 但是這請是送人 買了一個咖啡色的送人 這樣講這個顏色 這個顏色 我覺得鏡頭上看起來比較黃一點 但實際上再更冷一點的咖啡色 它其實本來後面這一條啊 是這樣塗出來的 頭比較小的人 可能拉起來 那一根就會翹出來 然後呢 我剛剛試給我媽看的時候 她說哎呦 那一根這樣翹起來不好看耶 於是乎 她把新買的帽子 她就給人家這樣剪了 但是她把這邊剪一小段這樣子 然後把剩下的東西塞進去 但是沒有人會注意到啦 這就是 像這樣 我這樣看起來 有沒有像他們的頭號粉絲 有點好笑 它兩個顏色的價格是不一樣的 我現在看到 這一頂是四萬九韓元 然後咖啡色的那頂是三萬八 對 它裡面 它的帽子 根據不同的款式顏色 價格會稍微有點不太一樣 但是沒有到差那麼多 所以加減就差個 一百塊台幣 一兩百塊台幣吧 對 但我覺得 我那時候 昨天坐飛機的時候 我要再跟朋友說 嗯 我應該要再多帶幾頂回來 因為它顏色真的很好看 這間 MIS這間我就買 這三間 OK 下一家 Marie Day Marie Day and Francois Garibaldi 第一個東西就是 這個可愛的毛毛 它是有一點 藍紫色 的顏色 然後 這邊有他們的logo 這樣子 我覺得超可愛的 像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logo還蠻加分的 就是不會 哦 整個頭都是一個顏色的感覺 就是 比較有一點設計感 而且它的logo 我覺得也很好看 然後這個的價格是 四萬九 然後呢 Marie Day 我還買了 一個東西 是送人的 是這一個 一個 它是帆布袋 這樣子 但這是送人的 所以我就不打開來了 它是有一點 這種淺色的 牛仔 我覺得這顏色很漂亮 這樣子的配色 然後這一個是 三萬五韓元 所以是 二十六塊 六 二十七塊 它蠻 它容量蠻大的 可以裝很多東西 對 然後呢 我們那時候去逛的時候 它剛好在做個 滿額等的活動 就是 你消費滿 五萬韓幣 它就會送一個 又是送一個 返布袋 這個袋子 這個 就是比 那個藍色的 再小一點點 可是它的材質也不太一樣 這個比較厚 那個比較薄 然後這裡面 還有一個 內袋 然後也有他們的 logo 然後可以裝小東西 這樣子 我也覺得這個 我沒有那麼喜歡這邊的圖案 但我喜歡這個 這個 我覺得很好看 我覺得整體來說 這一間它的衣服 T恤其實也差不多這個價吧 一千多台幣做 但是它很多外套 會稍微再貴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很多東西都很好看 所以我覺得 是一個值得去逛的點 下一間 這整趟 最貴的一樣的東西 就是 這個外套 我那個時候繞了超久 是在 滲水洞 的那一間 找到它 然後我 試了半天 我覺得它東西都很好看 但都偏貴 後來找到這一件 我就覺得 嗯 好像可以買 它是 有一點 我不是很喜歡它的材質耶 它是亮亮的 但是又不是那種 漆皮 的材質 然後縫線是白色的 它裡面其實還有一個 就是你拉開來帽 有一個小防水的帽子 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帽子 就是一般薄薄的布 沒有很好看 但是 所以我就收起來 我就很喜歡它的 版型 然後它的材質 我也覺得很特別 唯一 比較美中不足的地方 就是它的拉鍊 它是兩顆的拉鍊 然後 你 拉鍊要對到最底的時候 反正有點難拉就對了 我不太會解釋 但是 還好你把它稍微固定住 就可以拉得起來 它是比較短板的 它下面還可以 有那個 可以豎起來 就是 如果你沒有豎的話 它會有點變成 往外散 但是你可以把它豎起來 它就變得有點像 這樣包起來 我在韓國的後面兩天 我都穿這外套 防風 然後防水 也保暖 所以我覺得非常的讚 這件外套花了我多少錢 238400塊韓幣 181 欸 才181塊啊 188400 換成台幣 才5600 那我怎麼記得是7000多 然後它有退稅耶 所以我才花了5000多塊錢買這件 喔 那我覺得很ok 我真的很喜歡它的材質 跟它後面這個logo的設計 因為我本身就是 比較喜歡穿 就是比較嘻哈風格 或帥氣一點的 街頭一點的 然後覺得 這外套很符合我 平常的穿搭 所以我就覺得 嗯 好可以 我就不買了 這外套 非常的滿意 這趟的最大的收穫 就是它 然後呢 在matting cam買了這個之外 還有買一個帽子 這頂我是準備在截那個外套的時候 Peggy突然說 欸這帽子要幹嘛 然後我覺得欸好像還不錯 可以戴一頂喔 它的顏色我覺得很漂亮 就是這一頂 它是米色的 然後 這裡有一點那種 故意做破破的感覺 然後我最喜歡的是它logo這邊 它是粉紅色的 然後我覺得這個也很好看 它的版型是這邊比較短 所以它其實沒有壓到我的耳朵 而且我們這次有去做那個 顏色的測試 可以看我的韓國的vlog 它有說就是我適合穿亮色系 就是米色還有粉紅色之類 這種比較亮的顏色 所以我這次就 比較多是聽它的那樣子 然後去買這些東西 這一頂的價格是 六萬八韓幣 但我真的覺得它的那個細節 真的很好看 就是這種有點破破的 這樣子的感覺 下一個東西 是在一間叫做Mousinsa的地方買的 看到了這個 OMG 我這次也買太多粉紅色的東西了吧 現在發現 但是呢我買了這個圍巾 它其實還蠻便宜的 但是它材質我覺得很棒 而且不會渣 雖然我在玩區 不知道會不會用得到 但是我覺得很可愛 天啊我朋友看到我一定會想說 天啊Evervar什麼事 怎麼會開始穿粉紅色 因為我 大概從國高中 可能一直到大三之前 都是一個不碰粉紅色的人 因為我覺得 我就要穿暗黑系 然後酷酷的這樣子 但是我現在覺得 其實我穿粉紅色蠻好看的 如果配一個那種 黑色的大衣 其實我買那件 Macking Camp的外套 其實也是可以配 但是我覺得非常的 我非常的喜歡的一個東西 三萬九千九 30塊美金 所以大約900塊 台幣左右 等這一條 下一間是 我在那個 A-Land買的 然後呢我那時候就去試 就挑到這一間 就像這樣 然後它這個牌子叫做 Magpie Robin 我不知道 從來沒聽過 高領的 然後是一路可以拉到 拉開來的 這邊左上角有一個這個 Logo 我覺得很好看 三萬一千八 不到二十五塊美金 然後它還可以退稅 OK 接下來的三件 都是買給Howard 有一件是他 要我幫他買的 但是另外兩件他不知道 但他看到這影片的時候 他一定知道 這個牌子叫做 East Pacific Trade 然後呢是長這樣子 它是深藍色的 然後Logo 這裡是橘色的 就是還蠻素的啦 我覺得前面蠻素的 這顏色是好看的 它後面比較可愛一點 但我覺得也不是到 誇張到 Oh my God 太大件了 我怎麼不見 也不是誇張到 就是你穿出去會覺得 渾身不舒服 然後它還有寫 瘦 在這裡我覺得很可愛 這一件價格 七萬九 七萬九 是六十塊美金 然後這一間我記得是 不能退稅 對這間沒有退稅 如果Howard不穿的話 我就自己拿來穿 讚 第二件 是這個 就是我剛剛說在Alien買的 一個 Alien自己出的牌子的 一個cardigan 就是小外套這樣子 灰色的 蠻長的 它的Logo 在這裡小小的 剛好又是我 Amber 你知道我的Initial 所以我覺得 我會比它穿這一件 然後這一件是七萬九千八 然後呢 這一件 這故事說來也很好笑 我要出發去的前一天 我就在看說 飯店附近有什麼東西 然後我就看那個Map 看一看 就看到一個東西寫T1 Basecamp 我覺得T1 Basecamp 好熟的名字喔 然後後來看 就是那個英雄聯盟 韓國的那個T1戰隊 他們開的網咖 然後呢我就跟他講 他非常的興奮 他就叫我要去幫他買一件 周邊 我帶他去看 就是他們 OK我本來要買的是米色的 但是他說 這顏色比較是T1他們戰隊的Logo 就是Brand Color 所以他比較想要這一件 就是一個這種 不知道看不看得出來的材質 有點刷毛的這種外套 對 然後他這裡有T1的這個Logo 紅色的 我覺得那時候想說 買這個 就是你知道他在家裡打電動的時候 可以穿 然後可能就會覺得自己是Faker 我不知道 這一件好像是八萬九 八萬九 六十七塊 也是差不多 快有兩千塊台幣吧 這一件 是還蠻好看的啦 就是如果你要穿出去 這個Logo 知道的人就知道 不知道的人就不知道 但我覺得 嗯好像還不錯 好 就幫他帶了這一件 然後呢 我去看的時候 其實我還偷偷幫他買了一個小東西 但是我幫他買了 Faker的這個玩偶 超可愛的 怎麼寫Faker 就覺得這個 可以就是他就放在那邊 也不太需要幹嘛這樣 就覺得很可愛 好我目前找不到他的價格 但是我會把 我找到之後放在這裏 衣服類的 就大概到這裡結束 那我們現在要進入 一些不明所謂的小東西的時間 對就是你知道 韓國就是很多這種漂亮的東西 然後你看就會 平常不喜歡的人 就會想要買一大堆這種 雞里瓜拉的東西 反正呢 我第一個買的是 這手機殼 真的超可愛的 我一直想要找這種 Montemelo的這種亮面的 那剛好是愛心 我本來不太喜歡這個愛心 但我覺得拿起來還蠻好看的 這會不會有點像指紋啊 好好笑 但這個是在 宏大的那種旁邊的小店買的 然後大概是 一萬五 一萬五的函 它的材質其實沒有說不好喔 它的殼是有一點點的韌性 軟度的 所以不會什麼 比較不會破掉或什麼 然後就放上去都很好放這樣 然後摸起來 我目前已經拿了一整天了 就是OK 一點點的指紋印 但是不是那麼明顯 所以我覺得天啊 12塊美金 這個當然當然好啊 超可愛的 我買了 也是在那種旁邊的小店 買了一個手機掛繩 超可愛的 而且我覺得很配我新換的手機殼 就這樣都是銀色系的 就很可愛 它是一萬五 一萬零五百 就是不是那種太少女心 那種粉紅色然後花花 這樣就是銀色然後透明 就是你知道我會用 可以這樣 這樣戴著 然後用手機這樣 在明洞的A-Land 今天賣飾品店 這樣子 還蠻可愛的吧 對啊 然後戴起來就 黑色又比較 我覺得比較特別一點 戴起來就像這樣 看得出來嗎 這個是 我實在不知道價錢 我找到的話我會放上來 我記得沒有很貴 大概 大概也是 300台幣以下吧 200台幣左右 然後呢 我還跟瘋了買了 明星眼鏡 這個是New Jeans的那個 其實我不知道它叫什麼名 明基 明基 應該是明基買 明基的同一款好像 但是呢就是一個咖啡色的 喔對 O-Land 三萬四 二十五塊 所以大概七 喔不便宜喔 七百五 快八百塊 喔 One pack twenty pieces 喔 二十片 所以十負 十負 喔那好像還行耶 十負的話 好痛 然後呢下一個是這個 牌子的香水 它是那個 Jenny有代言的 然後我們那時候去Wallet 裡面超包多人 找到一個 我覺得很好聞的味道 是叫做Caml 這個味道是Caml 然後它 我是買小瓶的 這個是11ml 三萬八千五百的韓筆 它真的很香 我其實 但我對於香水 我沒有太研究 我也不知道它的 那些調啊 什麼之類 但是它是一個比較 中性 然後清淡的味道 我就覺得很喜歡 然後呢 我還買了 在那個 喔在這 北村韓武村那邊 有一間 叫做Granham 這個牌子 Granham 它也是賣一些香分類 然後還有護手霜 我也是帶了一個 一個護手霜 叫做Marine Orchid 然後我自己拿一個 另外兩個是送人的 就因為我覺得它很香 也是比較 中性一點的味道 就不是那種 那麼甜或是花香那麼重的 但是我覺得 這味道我很喜歡 兩萬五的話 是大概二十塊美金左右 也是一個很適合送人的東西 你不覺得嗎 就真的好可愛 非常喜歡 非常喜歡